你们准备好了吗 让我听到你们的尖叫声 接下来工作的时候 希望全场朋友 跟我们一起唱 超声气好不好 好 我们试一下 超声气 超声气 DJ let's go 教起来好不好 站起来 站起来 我做你了 站起来 过 哎 哎 哎 让我听到你们的声音 往你别离我抬起 现在我超声气 你踩到我底线了 我超声气 我严重警告你 现在我超声气 只是网面还有提提 我们 Ready Ready 我们超声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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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网面还有提提 我们超声气 我都说了不加香菜 说了好几遍 老板听不见 你真的超讨厌 超讨厌 这么一大把剧 我以为我看不见 其中我独对独立 开了那家说考验 我超愿吃香菜 肯定笑的我听不下来 笑的我就快要做冲 只是我看到最好笑的 在前山的开明 我发给最好的朋友 他居然执手 还行 你也可以搞几句 我超声气 你的光君是内幕啊 我超声气 我哭就没救了 我超声气 这是网面还有提提 我们 我们超声气 那天我刚看完前线宝宝 正准备学校 忽然接到家 放到电话 想跟我闹一闹 他说我第六版的高 自由陪他们不掉 然后花了快一个小时 叫我如何搞笑 听着我拿起了手机说 啊对不起啊老师 我最近状态确实不太好 您说怎么才能喝时间 啊 啊 啊 就慢点说的白 你别生气 我不配高戏剧 你别生气 我冠军是内幕的 你别生气 这是网面还提议我 我们超声气 我在这家公司工作了不止三年 每天轻轻一言 从来不跟老板担钱 他说等担高做大后会给我拍面 结果不给我十担高 还让我 别人来奖饼 哎我吃鱼都难够 我超声气 不给我加班费 我超声气 钱都让你给奖了 我超声气 事实方面还有DT 我们超声气 根本我一直都变成了 习惯了变成我快变了一度之急 并没有了一大队 像独大发言到发达了 就更绝对成为无力 不想再看我你的立场 每天什么都要用力去深深处理 不想再变成我 不想再变成我 不想再变成从过 我一直都变成无力 所以你不用再变成 成功你没办法解决的 你应该要求我去say no 我你也是将决的 你不用靠住任何 还能让你取得好生气 今天就别去鼓励去告诉他 你现在超声气 哎 兄弟 我刚才变了半天 我超声气 没让我来讲错口秀 我超声气 只是王饼还有DT 我们超声气 都变成了 告诉他你超声气 哎 无论 这里是王饼还有DT 希望无论是痛苦 就还是受伤 把我们快速发现出来 不要变在心里好吗 好 希望每个人以后都可以 不那么超声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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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为什么rapper一来 舞台就屋檐瘴气了 本该是在这样 非常躁的气氛中 让这一记落下帷幕的 但是我们毕竟是一个喜剧节目 一定要收在喜剧上 尤其我看王饼刚刚 又觉得对自己的音乐 有信心了 我就有点超声气了 同学们 恭喜你们 毕业了 你会听到老师欣慰的 说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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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你告别了情色 你会听到同学期待的 说你记得联系我 你会听到爸爸 开心的对你说 你会听到爸爸开心的对你说 你会听到爸爸开心的对你说 我听说 我听说今天卡不太好 找梦所自求多福乐 你们没求的自由 就在哪儿等你呢 就在城中村下地铁转辆 在城堂公交车 你会抱着石油表达着 与你分别的不舍 你会怀念他帮你牵挡 让你安心的逃客 你会收起沉重的心理 离开思念的宿舍 你的室友会在门口 认真的对你说 真的要走吗 你一个人走啊 谁让你毕业了 毕业了 但是我们却都成功抱怨了 离开的就只有你一个 我们下海的男生活配的 你说我经验不好找工作 所以我们从不打客 以后你旷工没人说 老板我在这儿 你会如愿你常找到了 你真心的工作 你会小心翼翼摸索着 关于职场的规则 你会怀抱勇气挑战着 无法胜任的职责 你的老板会在你的宫位 耐心的说 小王啊 是谁让你毕业的 毕业的到底是哪一个 允许你毕业者 疼疼的就把五登科的毕业生放安 像小儿课 我看你这阴雨水平 以后咱就别走楼梯了 因为你走楼梯啊 最多走三级 过四级就够强了 你会过生气那些小的生活 你会精心挑选 能打着的场合 去哪吃大折呢 你会转忙带上朋友 去吃那一家火锅 去哪吃大折 然后听到服务人会上来 对你说 先生您这 您这学生证咋值您这您 毕业了毕业了 学生证过期了 没有优惠了 但是我们可以为你 免费的送上一首歌 1 2 3 跟所有的优惠说拜拜 跟所有的演讲说拜拜 谁让你 毕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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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迷茫过 心里过 也跟你一样 被之前毕业了人笑过 虽然不想承认 但谁让我们毕业了 祝所有毕业生毕业快乐 让我们一起跟大学生活说再见 请所有的嘉宾上台 祝所有的嘉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们懂事 他们都是共务 自agen。 他们是共务 但是我们跟随时共务 ngulo参 timeline 我们下一个10分之间 fut 我们下一个100分之间的 我们下一个100分之间的 上面3分之间的 舞台 我们下一个100分之间的 小月满出 动作者——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播出了一个月了 就南庭已经上了三次热搜了 我今天在那里 怎么还没有我们 那于这个审视水平不太公平 我发现 今天呢 健康专场 给大家治愈一下 是这样的 我从来没有写过情歌 之前写的歌不都很燥吗 然后我觉得今天这个健康的主题 特别适合写情歌 所以特意写了一首 老师 灯光 请欣赏歌曲 《白色生死恋》 已经忘了 失眠了几天 今天又睡不着 所以想起她的脸 告诉自己忍住 不要跟她见面 但如果不见 痛苦又会多一天 所以我来了 灌的老脸 这就是我们的 白色生死恋 我们俩的关系很亲密 他了解我所有的过去 有家族遗传病死 我们两个之间 没有一点点秘密 还得过自创 也不用尴尬 他总能缓和我尴尬的情绪 因为我也想当鸡飞大王 他有些时候也有点调皮 想突然考验我们的默契 会毫无防备在我面前唱一段旋律 当他唱出美剧 我总能写下去 第一次见面 他就叫我闭上眼 在我耳边说 你倒是正太意思呀 我好保留把真心对他展现 他掌握着我的 X光片 但是刚刚他让我有点心慌 因为他对我的态度变了药 好像有一些话不好意思 亲口对我讲 我一问 原来是要提前见我的家长 这个病确实得给家属聊一下 不要让我的爸妈紧张 所有问题我都能自己扛 这么年轻 我知道因为工作熬夜 身体压健康 还好我之前买了保险 上微信服务 找腾讯 微信 帮你选保险 小银子 懂保险 可是分别总是在所难免 转眼就来到了分开的瞬间 不知下一次什么时候能够再见面 别走 别走 他有点不舍还有一点眷恋 真的别走 在我离开之前 他留下了美好的 住院 这个病你得住院 你得住院 这就是我们的白色生死年 谢谢 很帅啊 谢谢 谢谢